黑人拳王与二百金妻子八年连胜六子,直言,已被征服还想再生,最近这几年格斗赛事和拳击比赛在国内越来越受欢迎,当时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,咱们在格斗和拳击的起步都相对比较晚,尤其是拳击比赛在上个世纪的时候,在美国就已经非常流行了,现在在美国街头单挑的主要方式还是打拳击, 所以在美国拳王的地位非常高,也因此很多美女都希望成为拳王的女友,所以拳王的女友,几乎都是超模级别的美人,而今天要讲的这位却有些与众不同,因为他的妻子不但不美而且还很胖,今天要讲的这位美国拳王就是雷恩斯·克劳普德,克劳普德的拳击天步非常高在这一点上就连拳王没威射,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, 在梅威射统治P4P的时候,他就是仅次于梅威射位列第二队的拳王,所以克劳普德的实力绝对不俗,也因此很多美女都曾主动找到克劳普德,希望跟他发生点故事,但是这货的审美非常与众不同,虽然想要成为克劳普德女友的人很多, 但是最终克劳普德选择的妻子却是一位200斤的胖女人,虽然克劳普德的女友体重达到了200斤,但是她却一点都不笨拙,而且长时间的健身精力也让她的身体非常有力, 仅深蹲一项便可轻松达到240斤,虽然拥有200斤的体重,而且颜值也并不十分给力,但是她却将拳王给制得服服的, 两人在交往后8年时间内连续生,吓了6个孩子,克劳普德在采访中,还对她的这位200斤女友赞叹有加,甚至直言,跟她在一起非常开心,她可以做到很多我想象不到的事,总之我已经被她征服了,我还想她能再为我生一个姑娘,好跟她一样迷人,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真爱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